说起肖战和王一博 那真的是一对火宝了 肖战王一博在陈情令之前 还真的不算是很火 虽然他们一直有作品 只可惜没有大红大紫 然而一部陈情令呢 直接让王一博肖战 毁灭了大江南北 这部电视剧也已经成为了经典 无论从讨论热度还是播放量来看 都是一个很高的数据 9.1的高评分 94.5亿次的播放 100多万人的点赞 阴霜男主剧走红的演员 也顺势成为了国民流量担当 从之前到现在关于这部剧 以及两位主角肖战王一博 和他们所饰演的角色 魏无信和蓝忘记的话题 只要提起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那么相关的话题讨论 竟然是其他明星都无法难拥有的一个热度和高度 从剧里面的男忘记和魏无限 可到现实生活中的伯军一销 自从2018年陈情令开播以来 伯军一销这四个字啊 就势如破竹的冲上了超话榜第一 并且稳坐桂冠两年多 在明星势力排行榜当中 王一博获得了第一名 而第二名呢 这是肖战 肖战是曾经的月榜第一 年榜第一 作为国内流量最高的一位流量明星 无论大家认不认可肖战啊 都得承认一点 肖战绝对是国内最顶级的流量明星 肖战经常上不了国内的热搜 但是国外的推特啊 他是想上就上 任何一点风吹草动 就能够引起无数人的关注 其实我也是从一个 刚刚开始拍戏的时候 一两年前 一个懵懵懂懂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现在 稍微有一些理解力的时候 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都会有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反正我不是那种 一步可以达到这样状态的演员 所以我觉得可能天赋灵溪 跟努力都需要吧 王一博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在鱼龙混杂的娱乐圈 可以一直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做了极致 保持本心不忘初心 这一点很难得 他用童年十年的时间 来证明自己 成就自己 我想这么一个有想法和主见 对自己有要求这么高的人 应该不会随便 把一个人当朋友 并且在听天向上的节目中 说2019年收获了一个好朋友 一年的收获 只有一句话 好朋友 那就足以证明 王一博对待这段兄弟情的真心 能够得到王一博 这样真心的肖战 也不会差 毕竟物以类据人以群分嘛 威武线或蓝王街 就很简单单纯吧 你可能比较喜欢那种 就直接一点的 对 不要拐来拐去 有什么说什么 那跟肖战一整开戏的话 私底下聊的比较多的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聊就闲聊 这挺好的朋友的 王一博跟肖战 无论是距离距外 都是以相爱相伤的方式相处着 在一段节目组放置了花戏当中 两个人在拍完一段打斗戏之后 便在那一旁互掐了起来 当时肖战准备起身投入拍摄 却发现自己的衣服被王一博给做着了 由于惯性 肖战起来以后 又以屁股做回了原位 王一博看到以后 能立马就到庆 我不是故意的 肖战气得当场标出了韩语 可爱的反应笑导了众人 他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对王一博说 对我有意见就说出来呀 你屁股压着我的衣服 不让我走是啥意思吗 王一博忍不住吐槽 又开始了是吗 有一小船说翻就翻 塑料兄弟情直接暴露原形 这对宝藏男孩的快乐 太简单了 肖战跟王一博之间呢 相差六岁 肖战对于王一博 也是一个大哥哥了 但他们相处起来呀 完全没有年龄差 就像两个小孩一样 你是好朋友啊 很好 就是挺好的一个小朋友 为什么要加个小朋友呢 就97年小朋友 那我也没觉得你多老啊 你现在 我们今天修 就是挺好的一个朋友 就是反而挺好的 就不会有 就感觉有年龄的差距 剧迷和粉丝们 也是非常希望看到他俩的互动 不禁羡慕这样的友谊呀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 有更多的合作 也希望他们友谊长存 咯 一 二 三 四 三 三